собир到疫苗的時間是關於一個人 其實我等一下會說M小姐 我差點擺出真面子 所有的客人其實你們去見我之前 除非妳說得明說我是基督徒 我不想幫我 checks任何的事情 放縮過其實我都要幫你 check 所以就預約了你無限改期 我無所謂的 改了你滿意為止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要cancel 就真的不要了 因為我們一接收你的預約 我已經幫你check了 還有幫你清理了 所以就拜託不要了 這樣就 登登 我床邊的資料來的 就是scientific and medical evidence for past lives 你信不信一回事 我照讀給你聽 就是關於前世回數的科學以及醫學的實證 就有兩個是medical doctor來的 MD來的 就是醫生的醫生 一個叫做Ian Stevenson 另一個叫做Jim Tucker 他們調查過超過2500個個案 2500個個案是什麼呢 就是突然之間 是小孩子來的 突然之間 自發地 還有是自己說出來的 他有前世的回憶 而這些的記錄 就是他們的findings 是summarized在2008Tucker這個report裡面的 你們可以找回的 就是公開的 這樣呢 兩個都是medical doctor來的 然後 主要是小孩子 都是有個self-report的 past life 就是小時候 可能三四五六歲 有些是很恐怖的 就說自己前世在 比如說在 那個叫做波蘭 被送入毒氣室 有這樣的回憶 他們的年齡是兩三歲 到最早通常是六七歲 為什麼會有這個特別 是between這個年紀呢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這個就是跟底輪有關 底輪是緊接著你前世的 所以其實我幫他們做這個 前世回數的時候 如果做training做前世回數 其實他開的那個archive 就是你的底輪 很多人不知道的 甚至催眠老師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connection 但是你前世的記憶 其實就在你的底輪 這個詞碟那裡 所以你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的記憶也都是在底輪那裡 所以我們要知道 開哪一格去找 我下一集 我想講一個很 另一個客人的case 我先問他同意 我下個星期會見到他的 因為我怕說給他聽 如果我節目裡說的時候 可能他會介意的 我問清楚 我到時可以說 為什麼這些小朋友 自己說回自己的前世 往往都是between 兩歲至六七歲呢 因為兩歲之前 他沒有預言能力的 ok 他記得他也說不了 ok 但是去到六七歲 為什麼就會沒有呢 因為他已經進入了生殖論 進入了生殖論的時候 你想像一下中醫所說的神經 本來在零至六的底輪那一格 但是一去到過了六歲 即是七歲的時候 神經就退上去了 ok 就開始進入了 你認為你的身體要發育了 準備好你的身體 將來將來會有一個生殖功能 所以你已經不再在底輪那一格了 明白嗎 所以這個時候 往往就已經忘記了 ok 那大多數的小朋友 就不像三世書這樣 就會跟你說 我前世將軍 我前世明記 花灰 不是的 是普通人 那大概的75% 是記得他們死亡的時候 那個細節的 whether他是自然死 還是被堆壞 我記得是被堆壞了 就是被堆壞了 OK 而這些說法 他們是自然地去說的 就是說他自己自發 可能有一天跟他媽媽說 媽媽 我前世是被人開槍射死的 你想想 你也不是說不慌了 很恐怖 而他們是沒有用到 hypnotic regression 就是我們說的催眠的技巧 令到他去到前世回甦 並不是他自己抽一條根就說的 OK 而他們呢 每個人的記錄有長有短 不同 OK 而很多時候他們是沒有辦法得知那些細節的 例如舉例 有一個男生叫James Leninger OK James Leninger 他claim to be 他前世是一個二次大戰的時候 的一個飛機師 OK 他是懂得Arcane Detail 即是很詳細的Details About飛機 而那些資料 那些Details 即二戰時候 那些飛機的細節 你只有那個年代的飛機師才會知道 包括今時今日的飛機師 其實都不會懂這些Details的 OK 另外一個女生 他呢 就是 他出生了 他就說他自己前一世 是一個鄉 即是點那些鄉的商人 來的 那他知道那些細鄉的 那些production的Details 是 你除非你自己親身做過鄉 還有你是在這個trade 這個商業活動裡面 我真的不會知道的 OK 對了 那我舉一些例子給大家聽 OK 而呢 他們有形容一些事件 包括他們的死亡 甚至有一些就是 記得自己的出生 就活到十六個月大 OK 那我剛才說的那個人 James Lanninger 他呢 後來 OK 是的 他這一世叫James Lanninger 他前一世叫James Huston OK 是的 那 那 而呢 有另外一個弟弟就是Ryan OK 是一個Marty Martin 是一個演員 OK 那他們呢 通常會記得是 上一世晚年 接近死亡時的事 OK 大約有20%的人 是記得兩世中間發生的事 就是所謂的中陰生發生的事 OK 那我先讀了英文 我讀完英文之後 我再轉回中文 Many of the children show behaviors related to the past life They show emotions towards relatives appropriate to the deceased person not appropriate for the child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給這些小朋友 他見上一世的親人 他那個情感是恰當的 比如他見上一世的太太 就很愛啊 見上一世可能有一個很不喜歡的親戚 那些 其實他跟那個人本身沒有血緣關係 就是這樣 他怎麼會有這個情感呢 這個情感是他上一世的對那個人的情感 OK They often have a phobia related to the mode of death with over 35% of children who reported unnatural deaths showing phobias water and drowning OK 那往往他們會有一些恐懼 那那些恐懼是怎麼樣呢 就是大概35%of這2500個小朋友 就是如果他們的死因不是自然的 就是譬如是浸死的 你會發覺他這一世是怕水的 OK They show likes and dislikes for things the deceased person like such as culturally inappropriate food and age inappropriate substance like alcohol and tobacco 就是譬如說 譬如這35%of那2500個小朋友 就是會有些喜歡不喜歡的東西 而那些東西是 那個他上一世來講就是合理的 但是對於他一個2、3、4、5、6歲的小朋友 就不合理的 例如他會喜歡一些他上一世喜歡的東西 但是其實他今世是不應該很喜歡那些東西的 OK 例如有些是很喜歡酒、煙 但是他上一世真的是一個煙橙 或者是一個酒鬼 但是他一世還沒有接觸這東西的 但是他很喜歡的 OK They often engage in play that appears connected to past life 就是譬如他們會說的一些東西 做的一些東西是跟前世有關的 Sometimes if the past life was a different gender they display behaviors consistent with the gender of the deceased person 就是可以解釋到為什麼有些人對他逆服癖 就是其實他上一世 譬如他今世是男生 但是他上一世是一個女生 OK 那他就會在今世小的時候 可能他會很喜歡扮女生 喜歡玩爸爸 喜歡化妝 這樣 OK 那譬如另外一個point就是birth defects attributes to past life also occur 就是說譬如你出生有些胎子 唯有些身體上的缺陷 其實是跟上一世有關的 OK 那我讀了 A girl born with markedly malformed fingers who seemed to remember being a man whose fingers were cut off OK 就是一個女生 他出生的時候那些手指是有一些不正常 就是有一些欺形的 他記得自己前世是一個男人 那些手指是被斬斷了的 OK and a boy born with stubs for fingers on his right hand who seemed to remember the life of a boy in another village who lost the fingers of his right hand in photo chopping machine 就是一個男生出生的時候 剛才那個女生不是說那些手是異形的 但這個她不是的 她是一粒的 OK 我就記得她前世的那個村落 她的手是被那些 總統壯的機器把的腳都沒了 OK Over 200 such cases of physical markings and trauma from the past lives were documented 2500個case上面 超過200個case 是有身體上面的記憶 OK 身體上面比如手指呀、胎印呀 某個位是痛呀 自己解釋不到這樣 所以我想說回上一集提到的那個M小姐 其實她來的時候 我不是說其實在疫情之前她已經來找我了 她是全身的濕疹 相當嚴重的 我就說其實在疫情之前 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人戴口罩 除非是雙風的人 但是她已經戴了手套 戴口罩 戴面罩 然後再戴帽子 是有罩遮著的 我後來跟她談的時候 因為她預約了見面的 即是consultation 她跟她媽媽一起來 她本身說她學了很多身心靈的東西 她說了很多 我都很impressed 她認識很多東西 但是她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的皮膚這樣 當然你可以透過吃東西的方法去幫她 就是麥理層面 比如你補充膽固醇 維丹命D 在不曬的情況之下 她接觸太陽 陽金谷 魚豉等等 金盞花 你可以講這些東西 教她喝骨湯 用斷食的方法等等 但是你發覺那個情況好了 但是根治不到 這個就是物理層面 如果譬如我幫她在能量層面 就是清理心靈的悲傷 因為心靈是跟皮膚有關的 心靈是跟愛傷有關的 清理心靈吧 她很容易哭的 我記得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已經哭了很多次了 但是她其實很關注的就是 其實是不是跟家人有關的 就是她的命運這樣 她覺得很苦 很慘 是不是跟家人有關的 那絕對有的 就是你問我其實每一個人 她的四個層面 OK 裡面的靈性層面是一定中的 你想不想承認都好呢 你這個命運 偶爾一定跟一個家人是有關的 你不是跟她變成命運共同體 就是融合了 混合了 或者就是你跟她分析了 就是你跟她分析了 就是你站在她那邊 這個家庭排列 如果有概念就會知道我說的是什麼 就是家人 在你之前出現的人 她未必跟你有血緣關係 但是她的命運呢 是會跟你有直接的掛鉤 直接的關係 有些是很明顯的 就是我之前舉過一個例子 那個19歲開始就已經失眠了那個男生 後來原來是因為她的大伯 19歲那一年是冷死了 失救而死 那她19歲的自己 19歲那一年就 生日之後就有一晚就冷醒了 跟著就說我不可以睡著 我睡著我就起不起來了 但是你很奇怪 你怎麼會這樣想 為什麼你會覺得你睡著了 冷 就是會很冷 那你睡著了就起不起來了 就是整件事很難解釋的 但是原來是因為她大伯 她大伯是一個很悲劇的死亡 沒有人提起 那她被排除了在外 明白嗎 沒有被那個家庭系統接納進來 所以有時候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會覺得其實中國人這麼多年來 或者是佛家也好 道家也好 說你要立牌位 你要將一個 你明白嗎 祖先融入回 請她進入那個家庭牌位 其實這些東西是有智慧的 就是我們以前可能會承認她 覺得她迷信覺得她愚蠢了 但是其實你在家庭的角度是很合理的 那你見到其實這個男生 他真的是一個身體的情況 就是她睡不著 她失眠 但是她不知道原來她的失眠 是因為是家族的一個長輩 大伯是她的爸爸的哥哥 她見到也沒有見過 但是影響到她 她自己不知道 是直到後來她回去問 她才知道原因 是這件事 是她跟她的命運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要斷開 你才會自由 那時候M小姐來找我的時候 她有想到一系列的 就是說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但是發覺我們一做第一次的時候 直接她的潛意識帶領她的就是前世 我沒有刻意說要幫她做前世回送的 我沒有的 你問我有沒有幫她檢查 說其實她這個病的源頭在哪裡 就是她這麼嚴重的濕疹 她的源頭在哪裡 我有檢查的 但是第一次我們不會去主宰 要怎麼看的 不會 給她的潛意識自己帶領 去處理什麼 好像在她的個案 直接去了前世 前世14歲要犧牲自己 因為整個村就靠她了 OK 整個村需要她去犧牲自己 去救回整個村 所以為什麼她這一輩子的時候 她有一種情緒就是覺得我要犧牲啊 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 她們就會不好 她很強烈的感覺 但是她解釋不了為什麼 我讀回她的訊息給大家聽 這個就是她的訊息 如果你們本身上過去我們的項目 你們有看過的 我有貼貼過出來的 睡眠前呂和問我想處理的議題 我回答的是處理自己的軟弱 拿回自己的力量 身體層面我們做了一次之後 她臉上退了六七成的紅腫 喂 很神奇啊 大佬 你問我 吃藥可以 我知道 但是你吃藥 你停藥 就是她又回來了 但是你做了一次之後 她臉上退了六七成的紅腫 I am so impressed 那接下來是不是還要處理 其實要的是還沒處理完的 右手傷口好了三四成 其他部位就觀察中了 OK Very good 心理情緒層面 做催眠之前覺得做人很痛苦 不想面對 做完之後覺得就算做人痛苦 她也有能力去處理 做之前就深信幫人和保護自己 是不可以並存的 要幫人就一定要犧牲自己 要自保就一定要犧牲其他人 如果選了自保她會很折扎 OK 這個guilt和grief 就是內疚感和悲傷 就是影響生殖倫和心倫 OK 這個就存在生殖倫和心倫 這個就是能量層面做的release 幫她釋放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在break the cycle的時候 我們都會進去裡面釋放 打開一個慈獵釋放 她這裡就說了 她說因為秘魯的前世的自己 改變前曾經相信只有自己做祭品 獻給神 就是秘魯的神 才可以救到其他部落的其他人 自己如果不死的人 如果自己不死的話 其他人是會死的 簡單來說 她去回前世 前世的自己十四歲 那我就問她 我說你身邊有什麼人在這裡 她說沒有人在這裡 我說那你還不走? 她說我不能走的 她說我走了 其他人就很慘了 我走了 其他人就會死了 她說我不死不行的 她說你十四歲而已 你的人生還沒開始 她說我知道 但是不行的 如果我不死的話 其他人就會很大件事 所以她在前一輩子的 那個心情 那個記憶 會帶來這一輩子 就是要犧牲自己 你不可以幫人的同事 保護自己 你一定是兩者要減幾一 這個圖 情緒 這個感受 不是這一輩子 原來是上一輩子 其中一輩子 就是秘魯那一輩子 那時候我帶著她怎麼做呢 就是交換 講數 簡單來說 就是你和秘魯那時候 拿來祭祀給那個神 你問我 我看到的是太陽神 這個我可以跟M小姐確認一下 你就跟她交換 跟她講數 就是說 好 神啊 你有能力可以庇佑我們 你有能力降福或者降禍 其實你以我一個生命 能夠做到什麼呢 不如你留下我這個有用之軀 看一下有什麼可以貢獻給我的村民 那最後就是和解了 講數 然後她最後的死法 就變成了她不是 在那一場大火中被犧牲 而是她最後是壽終淨寢 所以你說做了這個 有沒有分別 那不就康復了六七成 那個分別 所以我們學三門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Kevin Turner 說得很好 他就說 the proof is in the pudding 就是你可以說是很有責任 也很沒有責任的一句說話 好不好你做了才知道 因為說真的 你不做 你怎麼知道我講的天花龍虎 我講的天花亂聚也可以 但是做了有沒有效果 當事人知道 當事人寫出來 那你就做參考 他清楚了嗎 他還沒有清楚了 真心 OK 我等一下再講為什麼 他說做完之後 我現在覺得可以照顧好自己 再幫人 不需要自責 個人的界線分明了 OK 他說頂輪 做完之後 頂輪我們再幫他檢查 我們檢查默輪的時候 就是頂輪由10分變回50分 OK 還有重新可以接連回少少少 channeling的訊息 就是有些 簡單來說有通靈能力 OK 那其實呢 這件事情你問我 OK 你問我我怎麼說呢 其實很容易去理解的 其實有幾個看法的 一個就是前世今生未來世 其實不是一條線來的 不是說你前世死了 你今世才出生 不是 在下一世 你今世完畢才到下一世 不是一個完畢到下一個 然後一個完畢到下一個 不是這樣 有一個說法 因為平衡宇宙 OK 平衡時空 所以其實每一個結局 同時存在 那你問我 主要你說我前世是這樣的 第一 不是我說的 是我帶你去看的 任何一個有前世會數 training的training師 都做到一件事 其實你去回來看 是你自己看 大哥是你告訴我 不是我帶你去看的 不是我去設定了場景 你現在在秘魯 你現在在14歲 不是 是去的 我跟他說 你看自己 對腳 OK 你現在面前有些什麼 是他講給我聽的 OK 但當然我跟他的腦電波 大家都要在那個程度 OK 其實我之前也有講過腦電波 但我現在講了個Sorry 才講理論 而他說不得他見到這件事 這件事是他的畫面 是他的潛意識 他的底論 他開了一個詞碟之後 他的訊息是這樣的 不是我給他的訊息 我搞清楚 OK 那譬如有另外一個 個案是怎樣的呢 就是 媽媽有幾種不同的精神病 那為什麼會有這幾種精神病呢 那個女兒沒有講太多 是女兒幫媽媽預訂的 就預訂聲音治療 打算幫媽媽放鬆一下 這樣 我跟她通電話的時候 我已經說 其實如果你媽媽有這麼多種精神病 集於一身 吃這麼多種藥 你覺得你就這樣做一次聲音治療 聽一下銅鑼 種撥就會康復 其實是不切實際的 我說這不是一個單純能量層面的事情 你說我的預算是這麼多了 我只選擇做一件事 你做靈性層面的事情 我迫你進房間 我和你去做一個前世回數 看什麼 為什麼要做前世回數 因為原來她爆這些病出來之前 就是她老公跟她說 她有女人 說那個女人怎麼認識很多人 然後她一定要陪著那個女人 如果不陪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會傷害會陷害 我們聽起來覺得很荒謬 但是你不要理 當事人相信 同樣說回M小姐 就是M小姐她的潛意識 她的底輪 詞碟打開了的時候 她看到的影像就是自己 是在秘魯的少女14歲 準備被人制止 即使沒有人綁住她 她都不能走 因為如果她走的話 就全村都死了 所以她這一生 她都還有一個情意結 就覺得我要犧牲自己 我不可以不犧牲 如果我不犧牲的話 其他人就會中央 很強烈的這個感覺 做完之後就沒有了 那你問我 這個前世是不是真的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平衡宇宙 我怎麼證明這個前世是真的 我證明不了 但是處理了的情緒是真的 她做完之後 她就沒有了那個 我覺得我必須要犧牲 因為你與我兩個 只能活一個 即是Titanic這樣 原來不是 原來我可以幫了我自己 我才幫你 那個內疚感就沒有了 明白嗎 而如果你說她只是自己 譬如透過鼓聲 透過薩滿的技巧 去回自己的前世 行不行 我和Titanic寶甸都可以 因為我們有薩滿training 你有薩滿training 你也可以 問題是你去回那個境地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怎樣跟她說數 OK 那我們那天做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就是幫了M小姐 回去說數 就是說其實阿神 你要我的命沒用的 老老實實 即是你既然這麼把炮 即是講俗一點 你既然這麼把炮 你這麼有本事 是不是 喂 那你要我的命來做什麼 不如你留我來 做其他事情 這樣 那可能你說 可以 好 你不用死了 你幫我建個廟 或者幫你建個紀念碑 whatever You know 說些什麼 在最後 講數成功 她沒有被燒死 然後你不要管 無毒 你就當是偶然 醫生是不相信這些 是吧 很多理性科學的人 是不相信這些 你不要管 然後出來之後 濕透了六七成 其實她前世 結束後 我有帶她回來這一輩子 去哪裡 就回到媽媽的肚子裡 因為我很清楚 我開了她的瓷碟 是底輪 底輪就是 這一生的靈智綠水 和前世的 前世那裡搞定了 搞定了一輩子 搞定了一輩子 會不會還有其他生世要搞呢 其實可能會有的 OK 但是Anyway 搞定了那一輩子 就夠了 不要這麼多的前世 慢慢來 然後回來這一輩子 就回到媽媽的肚子裡 我問她 你現在媽媽肚子裡的感受如何 很溫暖 很舒服 然後 你感覺到媽媽怎樣 她覺得媽媽很辛苦 很孤單 你媽媽現在在哪裡 在學校 媽媽在做什麼 前面有很多學生 後來看回 原來她媽媽真的是教書 教書先生 然後我說 你作為媽媽 你感受到媽媽現在是怎樣 有什麼樣子 有沒有被支持 被愛的感覺 沒有 沒有 There you have it 這個在我們 家庭排列的角度 就是 有個break in the bond 就是她在媽媽裡 得到愛 因為媽媽一定愛自己的小朋友 但是媽媽在自己的先生 即是老公 和在她媽媽裡 得不到 所以她媽媽 抬著她的時候 因為得不到自己媽媽 和自己的先生 給她的愛 所以有個break in the bond 明白嗎 就是那個 供應不足的問題 好了 如果你熟悉家庭排列 你就知道 其實媽媽和什麼有關 媽媽就是錢 而爸爸是什麼 爸爸是事業 所以如果你和爸爸關係很好 就像我這樣 那你的事業一定沒有什麼問題 說真的 我從來的事業都很好 我24歲已經在 Fortune 500的公司 做到manager 後來自己出來創業 我做生意方面都可以 但是錢 錢就是媽媽的部分 錢就是 你可能來來去去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就是存不到錢 或者開支很大 或者你一筆 又沒有一筆 這樣 在我的個案 完全就是這樣 因為我媽媽和我的關係 是很動盪的 就是我媽媽 哎呀糟了 弄了很多碗 我媽媽就是這樣 我媽媽就是 一時我很好 很開心 我和你去吃Buffet 然後她就黑臉 黑了你三四天 你又不知道她做什麼 你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得罪她 所以你和你媽媽的關係 如果是很volatile 就是很動盪不安的話 那你一生人的錢 就很動盪不安 你明白嗎 那你說我帶我媽媽去世了 那怎麼辦 不要緊的 其實在你自己著手 在你自己的身上處理 不關外面的事 你記住萬物為心組 是你去建立你和媽媽的關係 OK 那我講回M小姐的例子 就是她在前世回來 入媽媽的肚子的時候 她覺得媽媽辛苦 OK 然後她想幫忙媽媽 那這樣就糟糕了 OK 一個就是為什麼 很多女性會有很多婦女病 還有你會覺得心狠淚的原因 M小姐是心狠淚的 心倫主導的人 全部都是心狠淚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你肩負了 你背著你媽媽 還有你母性 母系祖先的那個悲傷和難過 你不可以拿下她的課題 她的人生課題是她的 你不可以拿下來做 OK 好像小學生那樣 你覺得你拿了她的功課幫她做 幫她做 幫她做嗎 你其實是黏脫了她學習的機會 所以不應該這樣 你要把她的課題還給她 OK 那這個就是我那次幫她處理的兩件事 但其餘還有包括她爸爸和她大伯 OK 她的爸爸行船 她的大伯 還有一些事情 她的婆婆和媽媽 The break and the bond OK 這些是要再處理的 那就是你要清晰這些事情 當你清晰之後 你的人生就完全是你自己的了 OK 你就真的不再受這些事情的束縛了 那這個其實是幾樣東西加起來 就是你想想你的人生 我們叫做你的電腦 其實是幾樣東西的combination 第一就是ancestral 就是你祖先透過細胞記憶 留給你的 epigenetics 那你要我舉一些很科學的例子出來給你有的 前世回數的影響 剛才我讀了那裏 是吧 下一集可以再讀一次 給你更多例子 給你更多reference 所以祖先所發生的事 我們家族成員所發生的事 是的 她有沒有橫禍 死於非命 有沒有被排除在愛 比如未婚生子 你將她趕出家門那些 有沒有人犯過一些重大事故 譬如有殺人 或者是因為她 令到一些人有很大的損失 這些 譬如很多香港人他們的祖先 可能是在內地下來 經歷過文革 有很大的創傷 這些都會影響後代 這個就是說ancestral的層面 然後再說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前世 你的前世可能不止一世 對你今生有影響 但是那個絕對是會對你有影響 就是我不是說 有些個案子 有些小孩子 他沒有那些手指 原來他前世被人砍了那些手指 或者他在某個位置 經常都痛的 整體都痛的 原來那個位置 可能前世被人捅死 就是捅那個位置 是的 我知道有些人他長期的偏頭痛 他不知道原來他上一世是 就是一個腦的癌症過身的 這些是有 documentation的 如果我剛才所說的 其實我讀出來的那些 是兩個西醫 你可以上網查看的 Ian Stevenson和Jim Tucker 2008的 有超過2500個個個案子 你可以看的 不是我作的 這是前世的記憶 你前世可能不只一輩子 影響你今生的 OK 再下 就是我們說 你今生人 去到今生了 但是你的內在小孩 就是你的童年的創傷 你童年所發生的事 OK 有些人很慘的 真的有被性侵的 OK 有些 我甚至做過一些案子 是被家人 爸爸 叔叔 聽起來你覺得 你覺得慫人聽聞 你覺得是不可能的 你怎麼會做得出 但是真的有這些事情發生 很可憐的 OK 這些 它會不會影響你一生 當然會 就算你現在結婚 也好 底倫受創 影響整七個所有的論位 好了 再來就是去到 你這一生 你其他發生的事 你的主意 比如說 寶甸 他自己都知道這件事 他之前跟我說的 他說 不辛苦怎麼洗鑊材 然後 他後來自己就知道 其實這件事是愚蠢的 很多的阿太也不辛苦的 很多的大老闆 都環遊世界 不辛苦的 甚至有些blogger 或者有些youtuber 是不辛苦的 他們是很舒服 只是去一下旅行拍照 很多錢 很多廣告都欠了 那你怎麼解釋的呢 或者有些人 含著金鎖匙出生的那些 他一點都不辛苦的 但是他又得洗耕材 OK 所以這個就是limiting beliefs 這些beliefs 其實都會形成你的實相 就是你相信是這樣的 那你就做了 你就辛苦了 你明白嗎 但是你宏觀四周 你到處看 其實你想要的人生 有人已經是在活著那個life的了 the life that you want somebody is living it already why is it you OK 為什麼你不能夠 顯化你自己想要的人生呢 為什麼你無法透露出來呢 就是心輪 OK 和魯電波 其實在這裡 OK 當然如果你要用佛家的解釋 就是你沒有這個福報 但是說真的 我們投生得 做得人在香港出生 其實我們也有福報 你怎麼樣 你將你的福報 用下去顯化你想要的東西 明白嗎 你問我 我不想成為一個阿太 是無所事事的 我不想 但是我想是做一個很好的療癒者 去幫人 那我有沒有顯化到這一部分 我有 到現在 那些人上來找我 看我 都還在排幾個月的 OK 那我盡量每天插 但是老實說 因為我不是一般的細衣 就是你進去什麼 他看都不看你的 有什麼不舒服的 啊 OK OK 肚痛了多少天 啊三天 不行 出去等約 就是我不是那一種 就是我和你聊個幾兩個小時 所以我一天才可以做到 可能兩三個 max的 OK 但是 我要做到的就是 令到你們真的來了之後 是有分別的 你有分別 你才會有referral 你明白嗎 所以譬如你們真的問我 你看到哪一隻衣 或者你什麼師傅 哪一個好的 我不會就這樣 我不會就這樣 某某年去referral 因為我要 make sure 你的情況真的需要一個 這樣的人 我才會referral 不然你會出來說 除了呂王介紹的 都不行的 你明白嗎 我不想 所以我 make sure 譬如我叫你吃的東西 supplement 各方面 或者你的身體哪些東西 需要什麼 我直接問你的身體 我直接做 muscle test OK 下次你可以上來找我 我可以跟你試 都是那句 你找我半個小時 我不收錢 你要不要試試做這些 muscle test OK 我叫Lana 我叫Susan 不是 OK Ring test 或者做 muscle test 是很interesting的 這個世界很大 很多東西 你明白嗎 很多方法 不是真的靠食藥打針 我經常說 佛家說 很多次 就是 身體的病 有 因為身體的各大元素失調 有的 但是它有冤身債主病 和因果葉障病 如果你說M小姐的例子 它就是因果葉障病 其實前世今生的東西 你就是吃藥 你就繼續吃濾固醇 你不會康復的 你只能夠控制到一部分 好一點 然後你一停藥 它就又回來了 這個不是透過 食藥打針 做手術 能夠根治 因為它源頭根本不在那裡 如果真的這麼簡單的話 這個世界沒有人 永遠長期濕疹 牛鼻腺 還有一些病 不會膩膩膩 尤其是你看到 那些人的 depression 它真的幾十年都是這樣的 不斷地吃藥 而我剛才說的那個媽媽 她有幾種精神病 是因為她先生跟她說 她外面有個女人 她不可以跟女人分開 因為如果跟女人分開 他們全家都會危險 那個媽媽 我跟她說 你把你的錢轉了 去我幫你做一個前世回數 回去看回你和你先生 和這個女人前世是什麼關係 先看回 那幫你看回 你知道原來大家來是前世 原來她是她的老公 反而 然後那個男人喜歡了你 今生就和你做老婆 什麼事 那你在前世的源頭 都解決了她的恩怨 那你就不要這一輩子 就在這個狗前 但是呢 這個世界要遇到一種人 她會跟你說 我不想面對 我不想 因為如果萬一我看了一些 我不想看的東西 那怎麼辦 那這些我沒有辦法 正如我生童 我跟你說了 我說了糖不好 你現在聽雙排 你會聽到的 唐靈的聲音 每十個糖尿病患者 有五個是死於心臟病 好像 然後呢 在有十個洗腎病人當中 有五個有糖尿病 是的 糖尿病 很恐怖的 因為 它令到你的身體 各方面都出問題 糖尿病和糖尿有關 心血管疾病 都是和糖尿有關 我已經說了 但是我現在出生家 我還看到人家在吃麵包 在吃飯 在吃米線 那怎麼辦 我又說了 那你不聽是你的事 你要為你的人生負責 那好像那位媽媽那樣 如果她知道 其實你不可能躺在這裏 一個小時 聽聽銅鑼 縱撥 音叉 你就會康復的 其實說真的 如果是這樣 你現在的聲音治療 會不會這麼便宜 你看一次西診金 精神科醫生都要一千多元 看它五分鐘十分鐘 都是這樣的價錢 我和你做一個多小時 都是這個價錢 你真的覺得 你看了它那麼長時間 吃了一年多兩年 可以因為一個小時的聲音治療 就會康復 不會 說真的 聲音治療 沒有用有用 但不是這樣用 那我跟她說 你要做前世回數 看看你們三個人的恩怨 就是你和你老公 和你高過第三者的恩怨 不想面對 正如我想受 但我不想生痛 那怎麼辦 我幫不了你 你明白嗎 如果你真的肯 低起心肝的 你說 好啊 有些什麼我做到的 我做吧 好啊 很簡單 我幫你催眠 reprogram過你的潛意識 令到你看到 碳水化合物 看到澱粉 不開胃 是否做到做到的 可以的 但是 你是不是先得起心肝生痛 你明白嗎 第二就是 你 太陽倫是不是很弱 如果你的太陽倫很弱 是啊 你這裏 你明白的 你精神的 你明白 生痛很好 ok 然後你都會說 一些理論出來 ok 還有你呢 感覺你很想生痛 但是你 下不了太陽倫 去爆改一下出來 那就是搞你的太陽倫 很簡單 你強化你的太陽倫 而且你加入一個訊息 就是我可以生痛 我可以很成功的生痛 明白嗎 ok 其實一個問題 你拆開來看 配合放在一起 就是一個complete picture 一幅畫不是一下畫出來的 一個拼圖是很多塊 拼圖放在一起的 ok 所以 我經常都說 不要想著 我就這樣吃藥 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很多人真的真心以為 我的depression 吃藥就可以了 如果吃藥就可以了 那你告訴我 你是吃三個月 還是半年 吃一年 還是吃多久 是不是一定弱到病除 不是嘛 為什麼不是 就是因為根本在物理 就是身體層面以外 還有其他東西 你的depression 會不會因為一個前世的原因 還是因為你的微心靈的能量問題 明白我的意思嗎 還是因為你真的有一個 情緒被困住了 你沒有釋放 所以這樣 ok 好不好 所以 如果你們是約了我見面的話 拜託幫我一個忙 就是盡量去看 去理解一下 什麼叫做四個層面 因為 我不想浪費你的時間 來到 我想直接 就 入正題 去講 什麼東西關你事 因為我也是那句 你未來之前 我已經幫你檢查了 除非你說你是基督徒 你是一神教的 你接受不了我 幫你檢查 否則如果不是 我已經幫你檢查了 什麼打什麼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現象 跟什麼有關 你讓我一進到來 直接進正題才行 大哥 你明白嗎 如果你連 什麼叫做前世回數 也不知道 什麼叫做默倫 也不知道 經樂也不知道 什麼叫做寧極限也不知道 我真的從頭要那個 那我真的 其實節目不用做都可以 還有 你預約了我一個小時 如果我用來講這些 我是浪費你的錢 浪費你的時間 所以幫一個網 好嗎 追回看相關的節目 好嗎 然後到時來到 我直接進正題 我直接跟你說 我檢查了出來 你什麼跟什麼有關 好嗎 然後我們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好嗎 這樣就儘管留言給我 好嗎 我們繼續用科學 結合靈性 去令到我們的身體 令到我們有最大的 整體的健康 全體的健康 新心靈的健康 拜拜